三天環台軍演落幕 外媒揭秘 其实大陆航空母舰山东舰 首次参与演讯就突破第一岛链 说是对台部署的外祖内锋 也就是阻断美军支援 内锋则是锁定F-16在花莲驻军的 加山空军基地构成的威胁非常大 东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重要的一个基地 一定建立一个可视的防卫兵力 国防部低调回应 但前立委爆料 台湾真正需要的先进武器 像是F-35逆中战机 海马斯飞弹 神盾极战舰 盒子动力潜舰 美国全都不卖 只卖老旧武器 通平美国韩挺台 只剩一张嘴 卖给韩国是F-35 卖给台湾是F-16V 怎么差那么多 你这个给澳大利亚 可以买盒子动力潜船艇 给台湾是什么 弄个拼装后 好听的国产国造是不是 不能用这样来欺负台湾 海马斯飞弹买那么久了 一个也没有 乌克兰满地都是 美国人剩下一张嘴 跟那个渣男没有两样 大英要卖我们神盾剑 过一阵子以后 18个年头过去的 我们连神盾剑的影子 都见不到 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但他不是自己人 朋友再好不是自己人 现在更传出 相隔4年 美国25间军火商 下个月要联合来台拜访 网友讽刺 难道是以为台湾当凯治 当得很过瘾吗 美台关系坚弱盘子 一点都没有错 其实不用啦 不用来研发什么无人机 你就把你美国的 那个全球英卖给台湾 死神无人机 多卖一点给台湾就好了 那如果这些都不是 实际上来骗台湾的钱 那大可不必 当美国拼命说 要台湾加强防卫 甚至要人人都拿AK47 百姓真的想问 那你为什么老卖给台湾 又贵又老旧的武器 记者陈正茅 王政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 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